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宝德大道愿善书 因果经事例 主著先佛为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将 第十一章 夫妻长手为何音 前世壮翻供佛前 世间友情男女 共同组织家庭 无非是男欢女爱 而愿夫妻白手偕老 然而又有多少对夫妻 能够真正长相厮守至终身 观现今俗是男女 动辄离异 动辄大眼婚外情 男女之间总有一方 会破坏婚姻规则 丝毫没有一点自制能力 导致于家庭长起风波 夫妻长生口角 或有拳脚相向 衍生肢体冲突 如此之婚姻 何有不变异者 纵使有婚姻之名 只是勉强在睁之眼 闭之眼之情境下存在 此并非佛云之夫妻长手 何以故 佛所谓夫妻长相厮守 乃在于夫妻相处上 互相尊重 而且夫妻十分和谐 喜热 由开始到终身 从来不会发生口角 纵使有口角意识 随即结束争端 夫妻长手 以西时最具代表性人物 乃属于薛平贵 与王宝串这对夫妻 便是真正称得上 是长相厮守 且和谐喜热中年 虽然在彼等中年以前 有过王宝串 驱守韩瑶等 君十八载之经历 此属另一段因缘果报 不在本书范围 话说薛平贵中年之后 排解万难 与其王宝串相认 后来因功勋特殊 成为两朝王 而王宝串顺理成章 成就皇后 拥有尊贵 荣华终生 素其夫妻在多生以前 乃为同村贫童 虽然家境贫寒困苦 二位童子 对于继贫旭困之善事 仍然不遗余力 且对于修行之事 更是常有意向 乃曾经携手制造 撞翻一对 用以供养道祖 凭此姻缘 在其万般姻缘成熟 剧足之际 乃应缘为夫妻 又因素世当中能广结善缘 深知内省 更能于当世之中互晾 互敬 包容 扶持 因而造就夫妻姻缘 更珍惜有生之年 安热终生而不遗憾 上述案例 夫妻之道 实为现世人 应尊为效法之首要模范也 在广州 光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关资讯可置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悦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